我們這場比賽我們在上半場做得還不錯 然後有一些防守籃板沒有鞏固好 所以到了我們上半場在分數上面沒有取得比較好的一個優勢 第三節比較大的重點還是在我們球員在經驗上面比較差 然後在幾個身體接觸以後沒有要到財產老師的青睞 然後在變得說在比賽的時候他在沒有辦法在這麼激烈的比賽裡面 拿到身體對抗上面的優勢的時候變成我們的節奏有點亂調 然後變成在外線的出手就比較多 然後這邊我們的攻擊只有在外線上面去做攻擊 然後SIM在內線也比較沒有得到一些 沒有得到比較好的一些進攻的結果 所以導致SIM在SIM他也變得比較無助 他變成在這場球的出手也比較少 那我們這兩天的休息跟調整 可能回去再讓球員去適應一下 在這麼激烈的比賽裡面怎麼樣去把比賽打好 然後怎麼樣去更強悍一點 那您可以談一下就是第三節星巴是完全沒有得分 是因為說隊友沒有把球製造給他的機會 還是說他的體力上或是有其他的原因 SIM其實整場比賽他拿了14分16個籃板 總共出手了8次 那但是如果正常來講說SIM今天只有6個罰球 然後昨天上一場比賽是一個罰球沒有 那如果你假如把星巴擺在正常的罰球時速上面15到 場均12到15格的時候 那他還是在20分以上 那他是一個聰明的球員 他在禁區變成說他拿不到優勢跟哨音的時候 他選擇去幫助他的隊友 那我們在外線投不進 都我們管我們自己 對啊 今天我們在這場比賽上面 整個球隊展現出來的樣貌比較鬆散 所以我們在防守上面做的比較混亂比較差一點 那其實我們的進攻端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其實還是維持在一個該有的水準上面 像我們前幾場贏球也是維持在大概90幾分左右 所以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還是出現在第三節的防守 那其實不只第三節 我們在整場比賽的防守都稍微混亂比較鬆散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比賽的話 就是防守我們回去要再調整 我們讓對方的每一個球員上來 然後都有表現 然後都有輕鬆投籃機會 那這個是我們的團隊要再去改進 然後再去做更好的地方 那系列賽本來就沒有簡單的 所以一定會有輸有贏 我們會把今天忘掉 然後下一場比賽再把它拿回來 這也是我們這個球隊第一次參加季候賽 然後也是我們第一次要關門一個系列賽 其實我們今天整體在進攻上面看籃不只法師 其實全部的人在出手攻擊上面都比較謹慎 然後變得過於謹慎 所以我們在 我們除了加瑞投進五個三分線以外 最後少姐兩個三分線是在最後的一分鐘發生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整場比賽 大家的出手選擇跟節奏上面比較 比較太緊繃了一點 其實Nick也是一樣 因為Nick他今天在外線的感覺 其實他也沒有抓得很好 因為畢竟他在這麼一個關門的比賽 當然想要拿出最好的表現 所以其實我覺得節奏有點跑掉 那我覺得這一場球輸球未必是壞事 把我們的壓力釋放掉 我們在禮拜四可以調整好重新再來 因為大家有點太緊繃 太想要把系列賽結束 所以你在例行賽對國王其實都是 大概場均是36分左右 那這個系列賽他不論你們贏還是輸 他可能都遭到對方比較多的圍剿 那各位請你講一下 他大概遇到什麼樣的麻煩 可能下一場你們會用什麼方式去幫助他這樣 在這一整個系列賽 他的平均分數都在20分左右 然後或是20分以上 那前兩場他的籃板球也超過20個 那今天比較少 那雖然大家看到的數據好像是30分50分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懷疑一個球員 他是一個人在管三個老歪 對方雖然說他們是兩個外圓 那實際上Q是一個老歪 那今天SIM在一整場比賽 已經一個人在管三個老歪了 那他還要要求他得到30分或50分 我覺得他要求稍高了一點點 那我覺得我覺得他的表現還是 他的表現還是很滿意啊 因為畢竟他在籃框底下是面對兩個70常人 然後加上一個Q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防守端 他畢竟保護了很多籃板 能保護我們進去 所以我覺得他的表現還是無用置疑的